好 那就回來了 現在回來講一下扎連斯基說什麼 扎連斯基就說 現在他們在烏克蘭東部和俄羅斯戰爭的情況 他們 即是烏克蘭軍隊 打得很辛苦 但是他們盡量都會擋住俄羅斯的軍隊 現在他就是這樣說 扎連斯基每次說這些不好的消息出來 都會皺著眉頭 然後好像幾天沒有睡覺 現在在頓巴斯 Bakut Soda 然後還有Marica 還有Cremina 他們這四個城鎮 就是打得很痛苦 其實過去三個月沒有什麼動作 但是這個扎連斯基就說 現在在地面上面已經沒有生存的地方了 基本上全部東西都是被炮彈和戰火摧毀了 還有就是俄羅斯摧毀了Bakut Soda 這是另一個在頓巴斯的城市 俄羅斯也做了一件事 就是燒了那個城市 剩下來的東西 能夠燒的都燒了 前線現在正在做什麼呢 就是Bakut Soda 還在打中 其實已經打了幾個月了 在那裡 這個城市其實已經破壞了 當然這個城市周邊還有一些小鎮 都是很嚴重的 俄羅斯現在想佔佔白摧毀 在另外一個地方叫Soda 繼續推進 俄羅斯的軍隊就差不多佔了比較重要的功路 就是这样的情况 乌克兰军队继续 就是他们说 扎尼斯基继续撑住 但是打得很辛苦 差不多撑不住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认为也是 他们在顿巴斯 本身 有很多人 都认为他们自己是 俄罗斯人 平民那些很多都走了 有一部分就走了去俄罗斯 一部分就走了去乌克兰 本身那是乌克兰的地方 但是他们就回到乌克兰的后方 那 现在是 状态的 有些事情是处理不了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 大规模地反击 现在又是一个胶着的情况 这个胶着的情况 其实普京某程度上是确认了 普京呢 他就之前有说过一件事 就是说 这场仗可能要打很久 其实已经差不多是可以说 可以确认了整件事 那 那 美国会不会再帮 这个乌克兰手 那 唯一就是 现在就扔了 这个 两亿七千五百万 那 再多一些钱 扔下去 那 那 是否真的能帮得到呢 呃 我觉得很难 那 就是 扎尼斯基每一次收钱 都 杀熟九头 多谢美国的了 哎呦 多谢啊 那 但是那个 问题就是呢 俄罗斯到现在 都是继续不断 吹这个炮弹过去 就是乌克兰这个地方 那他继续吹炮过去乌克兰呢 就是 讲句真话给大家听 就是如果他继续吹的话 其实 整件事就 就没办法停下来的 那 会不会吹到 就是乌克兰没有了战斗的意思 就自己收自己皮 那这个可能性 就是我认为 也是很低的 那 那 許 那 嗯 一 呃 那 就 那 夹 那些會好一點的,這樣的情況 青山逃犯麻雀員都說有陪伴 其實現在的情況對烏克蘭人來說是很慘的 但是烏克蘭人他們有一個意志 他們覺得他們就可以拖死 我不是乒乓這個烏克蘭人 但是他們真的是這樣想的 有一群人認為他們如果繼續這樣打下去 他們可以拖死俄羅斯 到現在也有烏克蘭人這樣想 只要那個戰爭持續膠著 他繼續收到美國的支援 他繼續在前線繼續撐下去 他是可以拖死俄羅斯 以及收回 他現在損失給俄羅斯的國土 在烏克蘭還有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青山逃犯麻雀員就說 俄軍剩下的導彈所餘無幾 但是還有很多S-300 他不可能把全部S-300的防空導彈 拿去射烏克蘭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當然會生產一些便宜的無人機 我認為就是 他最重要就是炸到 其實就是 他炸到烏克蘭就可以了 怎樣炸到哪裏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那麼重要 當然他們會計劃一下 就是 現在俄羅斯做了的事情 就是炸了很多和能源相關的設施 他這樣做 炸和能源相關的設施 其實對平民來說 是非常非常慘的 是慘到不得了 拖得車說 全球陪葬 美國除外 其實就 不是 其實美國一般人都很慘 其實 有些人就說 美國人沒事 他們沒事 但實際情況就是 通脹很傷一般人 即是美國通脹的情況是 即是不理想的 現在 那個 汽油價格降了一些 但是 已經有媒體出來說 即是那個 汽油價格降了一些 都未必一定好 可能更嚴重 這個 哈哈哈哈 這件事情 我就跟大家說 都是有可能的 其實 真的都是有可能的 那 你說 美國會不會贏 美國的軍工劍就贏 但是 全世界人都 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其實現在是 即是很慘 所以 拖得車說 美國的有錢人 軍火箱獨營已經夠了 他們 贏了對一般人來說 生活沒有幫助 其實一般人都很慘 其實在美國現在是 那 那 那 即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情況 你說會打多多久的時間 我覺得是起碼三五七年 但是 即是 烏克蘭方面 有些人還是很樂觀的 他就覺得打多年半 俄羅斯就收皮了 那 我的看法就 這個 太過 想當然了 這個其實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可能 真是說句不好意思 不認為會這樣發生 真是不認為會這樣發生 為什麼呢 這個 也要說一下 俄羅斯的根底問題 俄羅斯沒錯 有些地方是沒有什麼人的 但是 他整個國家 那個人口 都不是小的 即是他有一億多人 一億四千多萬人 如果你說要打仗 你全民皆兵 你去打烏克蘭 可以不可以 他們其實如果硬來 是要做的 是可以做的 他們 真的可以做的 烏克蘭 他本身 是四千三百萬人 即是 俄羅斯 他那個體量 就有大 過 烏克蘭很多 其實就 但是 你說 他們 會不會 拿完自己的人 去打烏克蘭 其實這個可能性就低的 所以 他們有些策略 就是在中亞那裡 請一些僱傭兵 即是 中亞那裡 那些人 有些是想要俄羅斯的護照 那你去做 這個 俄羅斯軍人 他立刻給你一個護照 那你就去打烏克蘭 其實是有這些情況的 有這些情況 那 看看可以拖多久 那 俄羅斯 就是很多人都會繼續 在他們的國家 那裡 繼續生產 那些 這個就 沒得停的了 那 就是 我的 粗錢的看法 就是 就是 你打了三五七年的話 其實 烏克蘭是很難 烏克蘭他們 生產有些東西是繼續的 譬如農業生產 那些是繼續的 因為 其實國土都很大 你說完全摧毀烏克蘭 可以不可以 俄羅斯他有一個方法 可以完全摧毀烏克蘭的 但是 他一用這個東西 他連自己的國家 某程度上都是摧毀賣的 就是用核武 Daisy Story 就說 烏克蘭政府一直都是想 繼續賺錢 就是賣了國家去 這個就是 為什麼 澤連斯基會上得到台的 其中一個原因 烏克蘭他們 就是那幫政治人 就是一直都是 想一件事 就是 要將自己賣給西歐好 還是賣給俄羅斯好 其實他們的政治就是這樣 由於 1991年獨立開始 他就是這樣 要是親俄 要是親西方 搞來搞去的 其實 還有 從政那幫人 他們很自私的 這些你可以 就是 理解一下 就是 澤連斯基他做的 人民公佈 他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真的 我問過一些朋友 其實根本上 你看起來 覺得很誇張 就是人民公佈 他們說的那些 就是 烏克蘭那些 政棍 他是 怎樣出賣國家 你看起來好像 是假的一樣 但是 裏面說的東西 你可以全部都找回 一個 烏克蘭的政棍 是做了 一樣的事情 那些寡頭 做了一些事情 全部你都可以 找回 那個 對應的寡頭出來 其實就是 强盛就說 烏克蘭打仗之後 人口降流失 已經沒有了五分之一 這個 不要緊 他現在還在這裡頂 現在是嚴重到不得了的 有一排打了 但是 從烏克蘭人的角度 他們一定會繼續打下去 當然有一部分的人 就覺得 不是啦 都是妥協 這個在前線 我們之前有一次說過 前線 就是說要妥協的人的比例 就比較高 但是 他們的後方 很多人 其實有八成多人 就說要繼續打下去 哈哈 繼續打下去 其實 一直打 Daisy Story 就說 他的烏克蘭朋友 已經非常討厭這個政府 搖擺不頂 但是 他們現在很堅定 他們堅定地打下去 你要知道 就是 他們現在的操作就是堅定地打下去 那你說堅定地打下去 可以嗎 我的看法就是 堅定地打下去 也是可以的 就慢慢打下去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其實是很久打 我的看法也是很久打 扎尼斯基也不會妥協的 其實就是 沒有辦法妥協 因為 他最初上位的時候 人們都說他是 騙人的 因為 他也是沒有 跟寡頭一起 夾水的工作 但是 但是 到打這場仗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的觀點就改變了 就覺得 算了 現在總之有個人可以頂住就可以了 他們會繼續頂下去的 還有 農業生產的那些 他們會繼續做 就是 烏克蘭 你不要覺得他們說 打仗的東西就不繼續做 有很多東西都會繼續生產 那些是危險一點的 那些農夫可能 耕耕一下田 然後有一顆導彈飛了過去 然後炸了一個大洞 那樣 就是可能 那個大洞 他就在一個大洞前面 那樣 怎麼會有這些情況 但是沒有辦法 他們還是要 繼續做 那現實就是 好了 有人就說 就是中國的情況會怎樣 中國 整體來說 那個情況都算是挺好的 但是 現在是有些隱憂出來了 我們一會兒會說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不過 田邊石斌夫 他就說 可能整個歐洲收皮 俄羅的司司都沒有收皮 那 那個情況就是 歐洲國家 他們現在 你看到的 那些資本 有很多就走了去美國 那些資本家的錢 就扔了去美國 那他們的實業 很多就 轉了去中國那裏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 現在不會變的了 那 那 如果歐洲國家長期這樣做 你說可以不可以呢 那 如果他們賺回來的收入 可以養到國家裏面的人 就沒事的 就是如果 那些實體的東西 搬了去第二處 那些錢又搬了去另一處 那 兩樣東西都會繼續賺錢的 那一邊就錢賺錢 那一邊的實業賺錢 如果兩邊賺的錢 是足夠的 是可以令到他們 那些國民 生活得到的 那他們就沒事了 但是如果 搞不定的 那其實就是問題大了 那如果你說 那些貪官是否繼續 長打長貪 一定會有的了 這個 現實就是 現在打仗的話 那他們 那些貪官當然是可以乘機 那但是 現在 烏克蘭的人 有部份都不介意他們 因為 只要國家在那裡 就可以了 就不太介意他們 這樣 現在的情緒就是這樣 那 說到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你來吧 那他們在家裡 就要做的 那些人 老闆 就要做的 那一件事 你看 什麼 那些人 都要做的 那些人 也要做的 那些人 有幾千萬塊 那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